养殖小家碧玉需要使用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冬天的时候移到室内温暖出养护 日常养殖在有散事光的地方 还需要做好水肥灌溉工作 让其有充足的养分生长 注意它在生长的过程中还需要定期修剪汁液 并且做好通风工作 以免它滋生并宠害 养殖小家碧玉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土壤 它喜欢生长在疏松肥沃 破气性家和排水性好的土壤中 所以配置土壤的时候可以使用浮叶土和沙土和珍珠岩等材料进行混合配置 土壤在使用之前需要做好消毒措施 小家碧玉细写温暖 最适应的生长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 冬天要做好保暖措施 避免植住产生动害 它对光照有一定的要求 最好放在有充足散事光的地方养护 夏季要做好正音措施 不然植住很容易被晒伤导致不忽畏 小家碧玉喜欢在湿润的环境中生长 它生长期的时候要有青椒水 最好保持土壤微微湿润 但是不能产生水浪 春秋两季是小家碧玉的生长望生期 可以每隔半个月为其施加一次 细薄地付出业肥 这样就能够满足它的生长所需 养殖小家碧玉还需要做好修剪和通风工作 它在生长的过程中 难免会有一些涂长枝叶 密集枝叶和碧玉枝叶产生 这些枝叶不利于植住生长 出现之后最好及时解除干净 养殖的时候还要保证空气的流通性 不然它容易滋生并宠寒